大嫂和苏代家的一唱一和 逗得小喜儿破涕为笑 拿袖子试去泪水 正欲再织 大嫂伸过手来一把夺下缩子 定要拉她下机 到院中休息一时 二人正在拉扯 一直握在院中春树下的阿黑 呼的昂起头来 两耳竖起 继而口中发出呜的一声 欢快的晃动尾巴 连叫树声 蹭的一下 窜出了院门 三个人正自惊异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一会儿 一个满脸胡须疲惫不堪的老秦人 站在门口 阿黑在他身上又舔又蹭 口中连连发出欢快的叫声 三个女人历时呆了 好一会儿 他们终于认出 门口站着的 竟然就是苏秦 看到苏秦的这身形状 大嫂最先反应过来 走到院里 不无计讽的 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声 哼 哟 话还没有落地呢 人可就回来了 苏秦避过大嫂 鄙视的目光 埋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走进院子 取下包裹 略争一下 在大春树下坐下 阿黑蹭到他的面前 甩着尾巴不停地舔他 大嫂蹭蹭几步走到跟前 左一眼右一眼地打量苏秦 声音越发地尖刻 二弟啊 嫂子听说你做下大官 可这身穿的乍看起来像是个叫花子 哦 嗨 嫂子明白了 二弟这是微服私访吧 他扭过头 转向了苏戴琪 三妹子 二弟的高车大马定在后面 你跟嫂子到村头迎着去 莫要驱带了那些官家 大嫂说着话 拔腿就要出门 苏戴琪看了一眼苏秦 迟疑了一下 大嫂 哦 三妹子 你要说啥 苏戴小声地说道 二哥 这阵回来 想是还没吃饭呢 要不咱们先烧碗汤去 虽然分家了 但苏戴大院里吃饭仍是一锅 苏瑶氏 总长素米 大嫂分长造房 吃饭烧汤 皆由大嫂来定 大嫂携了苏秦义 见她一身老秦人的贺衣打扮 嘴巴一撇 三妹子 你操的是哪门子心啊 二弟是何等金贵之人呢 山珍海味早就吃腻了 家里这黑窝窝哪能入口啊 再说了 灶堂里柴早没了 拿啥烧啊 苏秦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固自埋头不语 小喜儿心中正自七上八下 听见此话泪水夺矿而出 本玉下机 既具苏秦不踩她 又怕大嫂稀落 竟是蒸在那儿了 掐在此时 天顺领着地顺 妞妞 蹦蹦跳跳的回来 见树下 坐着一个生人 猛的收住脚步 试探着 走到跟前 观察半日 方才认出是中书 欢叫道 中书 两个小的听到喊声 也扔出来了 扑上去就要亲热 大嫂厉声喝倒 天顺 地顺 快点过来 三个孩子一听 急退过来 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大嫂放缓了声音 天顺 中书的高车大马 就在村外 你领地顺妞妞 到村头望望 看这阵到了没有 天顺一听 欢叫了一声 哈嘞 两伤弟妹 如飞一般地 跑出院门 边跑还边叫 接大车咯 接中书的大车咯 看到几个孩子走远 大嫂斜了一眼苏琴 鼻孔里又哼了一声 冲苏黛祈祷 三妹子 咱这也到村头 迎车马去吧 不由分说 拉上苏黛祈 就朝院门走去 小喜儿鼻子一酸 浮在鸡柱上 呜呜员员地就哭了起来 刚刚哭出两声 又怕苏琴听到 强自憋着 咬牙拿起梭子 一边哽咽 一边拉开 鸡柱 不一会儿 院中再次响起 响咬响的鸡柱声 一声接一声 一会儿紧 一会儿缓 小喜儿的两行泪水 也如断线的珠子一般 一串一串的 滴落在他刚刚 织出来的心部上 苏琴 如石塑般端坐于树下 泪水从紧闭的眼眶里 挤出滴落余地 阿黑拾去的 蹲在他脚边 两眼眨也不眨地 盯住他 不知该如何去讨好 眼前这个曾经救下 他一命的大恩主 自苏琴走后 苏虎得知他将分得的 十几亩上好的地 卖给了李正 精神一下子垮了 当下晕倒余地 后经大夫抢救 命虽然捡了回来 却落下个半身不随 终日偏瘫在踏上 莫说是做事啊 纵使生活也不能自理 使尿不尽 死成了婴儿 公公得下此病 三个媳妇帮不上忙 两个儿子又在忙活地里 苏虎也就整个成了 苏瑶市的雷坠了 衣水从宣礼村的西北边流过 离村头上有两里来地 村上人换杀洗衣 军要下到衣水里 这几日河水解冬 吃过午饭 苏瑶市见天气暖和 急忙端上一大盆衣物 下水漂洗 河水甚冷 就如冰水一般 但苏瑶市别无选择呀 一到冬日 村中女人洗衣多在井边 用井中的温水洗 苏瑶市却不敢去 因苏虎的衣物实在太臭了 他怕熏了人家 将一盆脏衣服洗好 苏瑶市已是两手红紫 感觉麻木了 苏瑶市将手放在口边 连哈几下热气 又伸进怀里暖和一阵 方才端起衣盆 吃力地走上河堤 拐向通往村子的小路 几个月下来 苏瑶市又老了许多 走路也都颤颤巍巍的 歇过两歇 方才走到村头 看到三个孙儿 高高地站在土坡上 朝远处张望 苏瑶市顿住脖子 大声地叫道 天顺 天顺 你们快下来 站那儿干啥 天顺应道 奶奶 我们在望车马呢 傻孩子 寻寻常常的哪来车马呀 是中书的车马 苏瑶市一争 中书 中书在哪呀 天顺高兴地说 中书回来了 这阵在院子里坐着呢 娘说 中书还有高车大马 要我们在这儿候着 苏瑶市不急回话 急急忙忙端上衣盆 跌跌撞撞地赶往村里 离家门上游几十步 阿黑已经窜出院门 不无兴奋地朝他直摇尾巴 苏瑶市走进柴飞 并未看到苏秦 只见一个老秦人 坐在春树下面 苏瑶市心头一领 转眼环顾四周 仍旧不见苏秦的影子 唯有小喜儿 在房中紧一声慢一声地支布 苏瑶市大声 如果是苏秦 小喜儿怎会仍在支布呢 如果不是 此人是谁呀 苏瑶市猛然想起 此人想是与苏秦 一道来的客人 心中却有忐忑 走前几步 大声咳嗽一下 来客人了 这那人依旧不说话 又进了几步 一直走到春树下面 直到此时 苏秦方才扭过头来 泪水是夺框而出 改座为贵 叩拜余地 娘 苏瑶市争了 手中的木盆 啪的一声 掉落余地 衣服散出 好一阵 苏瑶市忠于反应过来 急走一步 抱住苏秦的头 哭道 秦儿 我的秦儿啊 你想死娘了 苏秦将头 扶进苏瑶市的怀里 是悲泣不绝 小喜儿的激柱声 也与此时 更贫更响了 娘俩伤悲一时 苏瑶市忽然推开苏秦 秦儿啊 你一定饿坏了 快 随娘下造房去 娘为你 做碗好吃的 苏瑶市转过身去 颤巍巍地 迈向造房 苏秦起身跟过去 再造钱坐下 为娘烧火 回市造钱 见木柴堆得满满的 何曾无柴呀 苏秦将水烧开了 苏瑶市打出几个荷包蛋 又热过几只馒头 一并摆在苏秦面前 秦儿啊 这就吃吧 苏秦端起一碗荷包蛋 迟迟不肯动筷子 苏瑶市 眼巴巴地望着儿子 秦儿 苏秦终于挤出一句话 阿达 可好 听到这个 苏瑶市 泪水就涌了出来 两个月前 你阿达 到田里 为你耕地 却见别人在耕 你阿达 去找李正 李正 拿出底气 你阿达方知 你把地卖了 看到你的签字 你阿达当场就倒在地上 后来就 阿达达 他怎么了 医生说 是中风了 又半身偏瘫 动弹不得 一日到晚 躺在榻上 使尿不支 等于是死了 没埋 苏秦的泪水 就流了出来 望着桃碗 愣正了一时端起来 慢慢地走出了造房 走向了堂房 苏虎 斜躺在李家的炕上 朝墙处 垫一床被子 使他看起来 像是半桌子的样子 苏虎的身子虽瘫了 耳朵却是不聋 苏秦回来了 他早就听到了 院中的每一句对话 也都灌在他耳朵里了 见苏秦走了进来 他扭头 憋过脸去 苏秦掀开门帘 跨进房中 将荷包袋 放在榻前的基岸上 在苏虎面前缓缓跪下 阿大 苏虎将脸背向他 一动不动 不知过有多久 那碗荷包袋 早已经凉了 苏虎仍然没有说话 苏秦也一直跪在呢 终于 苏虎轻叹一声 缓缓扭过头来 望着苏秦倒 你回来了 苏秦将头埋得更低了 苏虎又叹了一声 回来就好啊 阿大 是儿子不孝 儿子不孝啊 两行老泪 从苏虎的眼中 慢慢的流了出来 许久 他用一只上能活动的胳膊 抹了一把泪水 重复了一句 回来就好 苏秦将头重重地扣在地上 大放悲声 阿大 又一阵沉默之后 苏虎扫他一眼 苦口婆心道 卿儿啊 庄虎仁就是庄虎仁 要认命 你也到了儿立之年了 再这样浪荡下去 何时是个头啊 苏秦将头扣于地上 闷声不出 不知何时 小喜儿竟也干进来了 在苏秦身后悄悄地跪着 苏虎尝探了一声 至于那点地 卖就卖了 只要你肯喜心搁面 阿大相信 终归有一天 你能将他们再盘回来 他看了一眼苏秦 又扫了一眼小喜儿 还有啊 你这个媳妇 是个好女人哪 你不能这样待她 闻听此言 小喜儿再也忍不住了 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阿大 苏秦将头扣得更低了 苏虎憋过头去 去吧 苏秦却不动身 又过一时难难说道 阿大 苏虎再度扭过头来 望着苏秦 有啥话 你就说吧 阿大 长边那个窝盆 我想借用几日 求阿大恩准 苏虎的脸色历时阴沉下来 不无痛楚地闭上眼睛 许久 他睁开眼睛道 秦儿啊 你真的要在一条道上 走到黑呀 苏秦埋着头 只是不应声 哎 你这脾气啊 真是比我那头老贱牛还酱啊 苏秦将头垂得更低了 苏虎沉思良久 长叹了一声 哎 真要想用啊 你就用去吧 苏秦重重地扣下头去 谢阿大成全 苏秦再拜几拜 起身走出堂门 到院中拿过包裹 揣上娘为他热过的馒头 把脚就朝村北的打鼓场走去 阿黑不无兴奋地跟在身后 跳上跳下寸步不离 苏秦走到窝棚前 打开棚门 检查了一下防射 见棚子四面进风 屋顶还有一个陡大的漏洞 一阵风过 屋顶上尚未完全化去的 沉雪 飘落起来 纷纷扬扬 就像是春日里飘飞的羊絮一般 苏秦当即动手 寻来稻草 三下五珠二 不多时 就将屋顶上的漏洞塞上 拿绳索木棍 故牢 又将窝棚巡视一圈 凡进风处 进阶塞上草芥 将破门也修理一番 极至天黑 苏秦已将一切整修妥当 查看一遍 颇为满意 所以扣上房门 回到家中 进屋 拿出前次回来时 自己睡过的两床被褥 用小喜的草席卷上 复制窝棚 寻到一个墙角 铺上干草 摊上草席 铺出一个被窝 阿黑一见了 自觉的 扶我于一边守 苏秦躺有一时 忽见阿黑欢叫一声 摇着尾巴跳到门口 不一会儿 房门枝压一声洞开 小喜儿 推门进来 苏秦呼的一下坐了起来 不无惊愕地望着他 小喜儿 端着一碗郁寒的姜汤 迟疑了一下 搏着脚走了进来 在他身边跪下 将碗举过头顶 声泪俱下 哽咽道 家里睡吧 家里有热炕 这个窝棚 喜儿来睡 苏秦一听心中就是一酸 身手接过姜汤 定了定心神 淡淡地说道 去吧 热炕炕炕头 你自睡去 记住 这个地方 你今后莫来 小喜儿 扮上乌鱼 愣着许久 再败了几倍 秦泽退出 秦泪退出 小心翼翼地 掩上了房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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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